欢迎来到我们的影视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包信子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要谈到流行歌手布兰尼斯皮尔斯 他在Instagram上分享了恐怖电影《午夜凶灵》的诅咒视频 粉丝们纷纷表示 又怕又笑 接下来 一名男子在挪威著名景点普雷克斯托伦悬崖不幸坠亡 这个悬崖因叠中叠电影而闻名 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 最后 知名演员索菲亚维加拉透露 他在拍摄Netflix迷你剧《格里瑟达的激情戏》时 曾对自己的身体感到非常不自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he Independent 报道 布兰尼斯皮尔斯在The Instagram页面上分享了这录像 这段录像来自2002年的恐怖电影《午夜凶灵》 电影中 纳奥米沃茨饰演的记者瑞丘凯勒发现了一盘神秘录像带 观看后七天内 观看者会死亡 录像中充满了怪异和恐怖的图像 直到死去的女孩萨玛拉从屏幕中爬出 布兰尼在InstagramM上发布了这段录像并配文 有人还记得这部电影吗? 他们把这个小女孩关押得太久了 她终于从电视里爬出来 摧毁了半个国家 她的粉丝们对这段视频的反映既恐惧又困惑 有人甚至开玩笑说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都因为布兰尼 在Instagram上发布的午夜凶灵视频 而在七天内死去 布兰尼的这段诅咒视频 发布当天 正值他的前夫萨姆·阿斯加里 宣布加入美国版的Traitors的明星阵容 CNN报道 一名男子在挪威的步道台悬崖上坠亡 这个悬崖曾在《叠中叠》电影中出现 步道台是挪威西南部的一座悬崖 俯瞰铝色峡湾 是挪威最著名的登山景点之一 每年吸引超过30万游客 警方确认 这名40多岁的男子在周一坠亡 他独自旅行 身上带有手机和身份证 警方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 没有犯罪嫌疑 步道台因在《叠中叠6》全面瓦解中 作为克什米尔的替身拍摄地而更加文明 汤姆·克鲁斯在电影中称 这场首映示威最不可能的放映 电影的成功预计对当地旅游业产生积极影响 负责管理该地区的非盈利组织 致力于保护和确保游客的安全 The Independent 报道 索菲亚·维加拉在拍摄Netflix迷你剧《格里塞尔达的性爱场景》时感到非常担忧 他在这部六集迷你剧中饰演哥伦比亚独销格里塞尔达·布兰科 维加拉在洛杉矶的Netflix活动中透露 他对拍摄这些亲密场景感到不安 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身体看起来如何 他说 我从未拍过性爱场景 当我30岁时 我不会担心 但现在我50岁了 我担心看起来会很糟糕 尽管他的担忧 维加拉承认这些场景效果很好 因为导演安迪·拜兹非常艺术化和体贴 让他感到非常舒适 上周维加拉还透露 他计划在拍摄工作减少后进行大量整形手术 并表示他已经多年在脖子和眼睛周围打了肉毒杆菌 但不喜欢填充剂 因为他会让人看起来做过更多手术 他表示将利用一切抗衰老手段来对抗岁月的痕迹 Yahoo在新书每个人都有一个想象中朋友 还是只有我有的愈发布会上 不安感和壮志凌云独行侠 明星杰伊·埃利斯分享了一段他童年时期的故事 这段故事充满了90年代的怀旧情怀 杰伊回忆起自己在三年级时对老师卡洛维女士的初恋 当时他的想象中的朋友Mikey告诉他 如果他把手钉在订书机上 他就能坐在卡洛维女士的桌子旁向他表白 虽然这次勇敢的举动让他竟厉了第一次心碎 但Mikey这个虚构的朋友 在他频繁搬家的军人家庭生活中一直陪伴着他 帮助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 杰伊表示 写作与表演完全不同 写作需要更多的脆弱和开放 但这是一次美丽而又令人畏惧的体验 Yahoo在多伦多举行的布里奇顿第三季第二部分的首映礼上 爱尔兰女演员尼古拉·考夫兰 以一身超华丽的装扮引人注目 她穿着一件薰衣草色的丝制欧根沙迷你裙 搭配一件大胆的红色Mikado豆棚 这套由高定设计师Sara Marad设计的花卉灵感造型 配上透明的Christian Adam Luboutin高跟鞋 鞋子的透明重叠脚趾 戴上装饰着精致的水晶细节 鞋底、脚踝扣带和尖细高跟 则以闪亮的银色金属皮革制成 考夫兰的造型由造型师Emma Croizdiel打造 她在布里奇顿第三季的宣传动中 穿着了许多引人注目的鞋子品牌 如Malone Sulis、Jediba和Stella McCartney 她的红毯造型多变 从闪亮的金属鞋到毛茸茸的高杂的 造经典的尖头高跟鞋 各种风格应有尽有 The Independent 布鲁克·希尔兹 近日分享了她的健身目标和锻炼日常 自从经历了一次意外的癫痫大发作后 这位漂亮宝贝女演员转向了健康生活 推出了自己的护发产品线 Commence 并开始定期锻炼 希尔兹回忆起那次癫痫发作的恐怖时刻 当时她正准备她的演出 因饮水过量导致钠含量过低 最终在曼哈顿的咖啡 Karlio发生了癫痫大发作 现在她通过改变自己的锻炼方式 来保持健康 比如练习普拉提和进行有氧运动 希尔兹表示 她现在更注重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运动方式 而不是在健身房里自我折磨 她还调整了自己的饮食和饮水习惯 以确保不会再出现类似的健康问题 Yahoo!US的文章介绍了 2024年IndieWire荣誉奖的获奖者之一 Isa Lopez 她凭借《侦探夜之国》获得了作者奖 Jody Foster在采访中谈到了Lopez的独特之处 称她的才华和本能 使她能够将复杂的北极故事带入生活 Foster提到 Lopez不仅聪明且有幽默感 还能够坚持自己的视野 同时灵活应对拍摄过程中的变化 Foster透露她最初对角色有些犹豫 但Lopez的坚持和说服力最终让她同意出演 两人在拍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Foster表示愿意追随Lopez到世界尽头 因为她既有自信又有灵活性 Yahoo!US的另一篇文章 The 8 List 介绍了即将上映和值得关注的娱乐内容 文章提到《绝地战警生死之战》将于6月7日上映 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再次携手演绎这部经典警匪片 此外 纪录片《Gypsy Rose》 Life After Lockup将于6月3日在Lifetime频道播出 讲述Gypsy Rose Blanchard出狱后的生活 辛迪劳破的纪录片《Let the Canary Sing》 将于6月4日在Paramount Plus上线展示她的成长经历和音乐生涯 最后帕特赛亚克在主持幸运轮盘40年后 将于6月7日迎来最后一集 这位深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将退休 但会继续担任顾问 Yahoo!US的第三篇文章讲述了妮可·基德曼 与她的妹妹安东尼亚·基德曼之间的亲密关系 两人从小在悉尼长大 母亲是一名护理讲师 父亲是生物化学家和心理学家 安东尼亚是一名记者和家庭律师 她与妮可在生活和职业上相互支持 他们在2014年父亲去世后更加亲密 甚至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共同服务 养孩子 安东尼亚有6个孩子 妮可也经常帮助照顾他们 两人还分享了许多欢乐时光 如骑马和参加各种活动 他们甚至有自己的秘密语言 可以在公共场合使用 让别人听不懂 多伦多星报报道 Chorus娱乐公司宣布其秋冬电视计划 亮点包括帕梅拉·安德森的烹饪节目 Pamela's Cooking with Love 和布莱恩与莎拉·鲍姆勒的新纪录片系列 Building Balmler 此外,HGTV加拿大还将推出克里斯汀库辞的 Beer Budget Reno 阿里巴德的豪华装修节目 House of Alley 以及安德森的装修节目 Pamela's Garden of Eden的第二季 历史频道将播出You Can Rescue 追踪紧急救援队的纪录片 以及Sounds Black 一部关于加拿大黑人音乐起源的四集纪录片 Global电视台的本土剧 包括在布列甸哥伦比亚省拍摄的犯罪剧 Murdering a Small Town 和维克多·加伯主演的法律剧 Family Law的终继回归 Chorus娱乐公司的内容负责人表示 在CRTC放宽了制作本土剧和喜剧的规定后 公司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生活方式和真人秀节目上 Yahoo!美国报道 迪士尼EMEAA总部在英国公司注册处提交的财务报告显示 其营收达到38亿英镑 报告涵盖了2022年10月2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的财务表现 显示 其收入比前一年增加了7亿英镑 利润从2022年的4.02亿英镑 跃升至5.71亿英镑 大部分收入33亿英镑来自娱乐部门 包括电视、流媒体、电影发行、戏剧制作和IP开发与利用 526百万英镑来自体验部门 包括酒色商品销售、出版物和度假套餐 报告指出,这一年的业绩主要受迪士尼ZOS和强劲电影表现推动 但被许可内容分销的下降所抵消 报告还提到,迪士尼面临着全球经济和政治变化带来的风险 以及消费者支出减少、公众和消费者口味和偏好的变化等挑战 独立报报道,新的三级系列纪录片Ren Fair在MAX流媒体平台上线 这部纪录片被称为现实版的继承之战和权力的游戏 讲述了德克萨斯州最大的文艺复兴节后的权力斗争 这一节日,每年在Todd Mission市举行 吸引了数十万穿着各种奇装异服的粉丝 节日由乔治和大卫·库拉姆兄弟于1974年创立 但在大卫2017年去世后,现年86岁的乔治准备退位 纪录片中,乔治希望在离世前找到接班人 但这一过程充满了复杂的权力斗争 候选人包括节日总经理杰夫·鲍德温和玉米大王路易·米利·亚乔 乔治在选择接班人时的犹豫和权力游戏 让人联想到继承之战中的洛根·罗伊 首级Renfair现已在Max上线 第二和第三级将于6月9号上线 Telegraph在2024年法国网球公开赛上 Arena Sabalenka和Elena Ribakina将努力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获胜 争取进入半决赛与Agaswiatic和Coco Golf会时 Sabalenka将对战Mirandreva 而Ribakina则将面对Jasmine Paolini 由于Novak Djokovic因西山唯一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夜间进行 由Alexander Zverev对阵Alex Day Minor 法国网球公开赛于5月26号开始 6月9号结束 决赛分别在6月8号和9号举行 比赛在位于巴黎圣日尔曼的罗兰加洛斯举行 共有18个红土球场 英国观众可以通过Eurosport和Discovery Does观看比赛 NBC Esports负责美国的转播 今年的总奖金为4570万英镑 比去年增加了7.82% Yahoo Riley Q在首届Gotham电视奖上身穿全套Chanel亮相 作为法国奢侈品的代言人 他穿着一件黑色透视花卉长裙 搭配黑色Chanel高跟鞋 Q在Hulu剧集Under the Bridge中与Lily Gladstone共同出演 该剧获得了突破性限定剧集的提名 这是Gotham电影与媒体学院首次举办的电视奖项颁奖典礼 Q时的礼服来自Chanel 2022年秋季高级定制系列 是由大面积的粉色和灰色花卉 它的配饰也全部来自Chanel 包括Rose Tendrick戒指和Co-Crush耳环 Q因在Prime Video剧集Daisy Jones中出色的表演而受到赞誉 该剧以1970年代的时尚为特色 West 2024年的电影虽然整体表现平平 但也有一些亮点 排名第十的The First Omen是一部恐怖前传 讲述了一位美国修女在意大利孤儿院卷入天主教会阴谋的故事 第九名The Book of Clarence 由Lakeith Stanfield主演 讲述了一个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男子 自称新弥赛亚的故事 第八名Late Night with the Devil 是一部复古恐怖片 讲述了一位1970年代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在万圣节节目中 邀请了一位据称被附身的女孩 结果引发了超自然事件 其他入选的电影还包括 Drive Away Dolls, Furiosa, A Mad Max Saga和Hitman Zendaya主演的Challengers是一部热血网球剧 讲述了一个复杂的情感三角关系 Kristen Stewart主演的Love Lies Bleeding 是一部浪漫惊悚片 讲述了一位健美运动员和健身房经理之间的爱情故事 排名第一的Dune Part 2 则是一部史诗级科幻续集 Timothée Chalamet在其中饰演救世主Paul Atreides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所以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4度简报